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Toyota楊妹營業所的銷售顧問李星雲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為大家介紹 Toyota全新大改款的PRESS TH-EV 同時也很榮幸可以與Toyota商品講師 阮碧城一起來開箱 HELLO 星雲以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Toyota商品戰略部的阮碧城 相信大家都對這台Prius PH-EV抱著高度的期待 那星雲請問你看到他的第一眼印象是什麼呢 我覺得看到這台車的第一眼 就會被這台車充滿科技感的外型所吸引呢 沒錯星雲你馬上說到了重點 我們可以看到從此次的車身尺碼來看 此次的車長為4599mm 車寬則為1782mm 車高則是1430mm 車寬不但較舊款增加了22mm 車高也降低了40mm 打造出更扁平化與低重心的轎跑線條 整體設計以風格呈現簡約流線的造型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朝車頭延伸充滿肌肉感的引擎蓋折線 凸顯了車頭設計的運動感 再搭配Toyota新世代設計與惠的 C字型銳利造型LED頭燈 以及下保感開闊的進氣格柵設計 整體呈現一種前衛動感的感受 我也覺得相當的前衛有形 開在路上絕對是大家目光的焦點喔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車側 A柱向後延伸且更為傾斜 使整體車身更為流線 再來是向上勾勒的車側曲線 以空氣自然流動的設計印象 營造出流動感十足的車體輪廓 再來我們搭配這一次的 19吋大型的動感雙攝切削鋁圈 讓車側視覺更加的飽滿 也更顯霸氣的模樣 哇 逸晨你怎麼已經走到車尾了呢 因為我要跟你介紹這一次特別的車尾設計 你看這邊有貫穿式的LED尾燈 與熏灰色的燈照 而且還搭配霧面質感的Prius字母車名牌 不僅獨具風格非常有辨識度以外 更是充滿時尚的科技感 此外在車尾下方專屬的比樣利弱名牌 更是要傳達Toyota超越零碳牌的全新價值 真的是相當吸睛的車尾呢 會讓我忍不住多瞄幾眼 那除了外觀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對這台 複合式電動車的動力系統 也是充滿期待的 以純電模式為優先的動力輸出設計 並且這次搭載的2.0升引擎 與第五代的PHEV系統 不但有223匹的最大縱效馬力 0.0加速更是只要6.7秒 相信一定可以滿足車主的駕馭樂趣 真的是相當有水準的動力表現耶 那這具動力系統還有其他的亮點嗎 星雲當然還有啊 像是新款Prius PHEV的電池容量 從8.8千瓦小時提升到13.6千瓦小時 大幅提升了純電續航里程 而且除了可以使用220V的充電樁 來快速充電 當然也可以透過110V隨身的充電線 來連接一般家用的插座進行充電 讓這台車擁有純電行駛的模式 再加上有油電備源的動力系統 當你電池電量快耗盡時 不需要急著充電 依然可以繼續行駛 讓車主不會有任何的里程焦慮 不用擔心因為沒電而無法行駛 另外Prius PHEV 還可以透過煞車與滑行駛 進行電能的回充 藉此提高節能性喔 必成那像是顧客最愛問 純電可以開多遠 看來如果在充滿電出門的情況下 住在桃園的客人 他每天到台北上班通勤 都可以使用純電的模式來行駛 那一定可以大幅降低通勤的成本耶 沒錯一定是非常的省 而且如果你有客人想要體驗純電行駛 但又不想長途行駛時 需要擔心充電的問題 那麼這台Prius PHEV 絕對是最佳的選擇 另外在動力大幅提升的狀態下 底盤也同步的進化 全新大改款Prius PHEV 採用第二代的TNGA底盤結構 結合高剛性與車體結構 兼具高強度與輕量化的設計 大幅提升車輛操控穩定性 乘坐舒適性與競速性 懸吊部分則採用前麥花層 後雙AB獨立懸吊的設計 前後的懸吊均經過原廠最佳化的調教 改善行駛中的穩定性 並有效降低行駛時的路面噪音 提升車式寧靜度 另外在前後防晴桿的位置 我們也進行優化 讓防晴桿的工作效率更加 減少車身的晃動 提供更為出事的乘坐舒適性與清晰的轉向回饋 哇 這麼有感的升級 我一定要馬上邀約顧客們來試乘 讓大家好好的體驗一下 至於內裝的部分 畢成你看全新的座艙設計 擁有寬闊的空間感與優勢的視野 再來就是特別引人注目的藍色環艙氣氛燈 搭配光澤質感的紋理飾板 更增添了一種高質感與科技感的氛圍 儀錶板回歸以駕駛為導向的前置儀錶 搭配Toyota車系的遠視點儀錶板設計 不僅更易於讀取行車資訊 減少視線切換帶來的疲勞感 也讓駕駛座的視野也變得更好了 此外 畢成 你有覺得這椅子坐起來非常的舒適嗎 因為這一次搭載的是運動化的前座座椅 提供優異的包覆支撐性 還有雙前座的加熱與通風功能 以及包含兩側的點綴四條 讓這個座椅兼具質感與乘坐舒適性 除此之外 駕駛座還有電動調整 以及Easy Assess的功能 讓車主上下車更為的便利 再來可以看到這個全新造型的線傳式電子排檔 更加的符合人體工學 操作上更為輕盈就熟 而且在車式機能上搭配著雙區的恆溫空調 六個Type-C的充電孔 以及很多顧客也相當在意的影音主機部分 除了要有觸控螢幕之外 也希望可以與手機的功能有更多的連結 而這台車則是搭載9吋的影音主機 可支援無線Apple CarPlay與Enjoy Auto的連結功能 還備有專屬手機放置空間 使用上非常的便利 另外在置物空間上也下足了功夫 不但有雙層置物格 全車六個置杯架 相信可以滿足顧客日常使用的需求喔 另一個與舊款很大的不同 就是離電池的位置從後行李箱的下方 移到了後座的下方 不僅讓車輛的重心變得更低 來達到更穩定及舒適的駕馭體驗 同時也讓行李箱的空間增加 甚至還有電動尾門 顧客可以在拿重物的時候 依然可以很輕鬆的開啟 並且擺放物品 尤其對於像我這樣的女星車主而言 絕對是非常友善的設計喔 對了 那像我現在遇到的客人都很在意安全配備 這部分B程你可以稍微說明一下嗎 是的 如此充滿科技感的車款 當然在安全配備上也非常的豐富 Prius PHEV搭載TSS 3.0 其中ACC、PCS、LTA的偵測範圍 都獲得顯著的提升 此外TSS 3.0也新增了RSA速限辨識輔助系統 可透過攝影機讀取道路的速限 更可進一步與ACC聯動 提醒駕駛者是否調整車速 讓車主避免收到超速罰單的機會喔 原來已經升級到TSS 3.0啦 而且使用過ACC的顧客都跟我說 確實可以大大降低長途駕駛的疲勞感 用過就回不去了呢 另外這台車還具備了高達40項的主被動安全配備 其中包含PKSB防碰撞輔助系統 SEA安全離座警示系統與8G SRS 氣囊 以及顧客回饋對於四驅停車非常有幫助的 PBM環境影像輔助系統 都讓車主駕馭得更安心喔 看來我要趕快聯繫有興趣的顧客們 趕緊來賞車體驗全新大改款PREZ PHEV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囉 相信大家對這台車的動感外型 以及優異的動力表現一定會非常的驚艷 而且還能體驗純電駕馭的樂趣 絕對是物超所值的選擇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掰掰